杜苏瑞台风在秀国蓝溪上游击水区 累计余量超过了400毫米 而花莲秀国蓝溪截至今天中午 玉宇大桥侧站水位已经到达了126.86公尺 据水利署的二级警戒水位129.6公尺 约3公尺 因为玉宇大桥去年地震受损已于4月动工 而负责工程的公路总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 目前密切观察水位中 如果水位高度超过129公尺 不排除将预警性风潮要提醒民众多加留意了 中苏瑞台风在秀国蓝溪上游击水区 累计降雨已经超过400毫米 花莲秀国蓝溪截至7月27号中午 玉宇大桥侧站水位已经到了126.86公尺 距离水利署的二级警戒水位129.6公尺 约3公尺 因为玉宇大桥去年地震受损已经在4月动工 负责工程的公路总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 目前密切观察水位当中 如果水位高度超过129公尺 不排除将预警性风桥提醒民众要注意了 目前要离风桥可能还有大概2公尺左右 这雨好像没有下的比较大 所以应该那个水位不会再上白 决定在书改处 说要改工程处 花联去年历经了池上地震 高辽大桥 轮天大桥都震断 富里乡东里的长富大桥 玉长大桥 目前也都损坏无法通行 目前河堤变道也都封闭当中 更上游的卓富大桥也已经预警性的封闭 只能祈祷大雨别再下了 因为一旦封桥 玉里镇河东 民众若有急事到玉里 可能就得绕远路到瑞瑟 富里 明里大桥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